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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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见谅网的朋友大家好 又是时事敢讲的时间 我是就事敢言吴志愿 非常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上个星期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有现场的朋友特意过来跟我打招呼 说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而认识我 表达对这个节目的支持非常感谢 当然我亦都见到网上 有一些网友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 我都很重视 以及非常感谢大家提出意见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节目 好了,回到我们这个星期的话题 我们留意到民主党又有新闻 是的,你没听错 是绿色标志的白甲党 其实市民很长时间 都没听过这个政党的新闻 民主党曾经是香港各种选举的大赢家 但在最近进行的新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 民主党就自己将自己拒诸门外 不单只约束党员不能够 以民主党的身份参加今次的选举 甚至有党员以个人身份表态支持某些候选人 都引来党内管理层的强烈反对 声言要用纪律处分 准备接受党内公审的 就是现任民主党的副主席梁逆亭 梁小姐曾经是官堂区的区议员 话说梁小姐日前擾过白甲党率先表态 以个人名义 支持某一位非建制派立法会候选人 事件在党内引起牵言大波 有中委成员批评梁小姐的行为 影响党内团结 表明会在特别会员大会上提出要求 包括纪律委员会调查事件 甚至可能会采取纪律处分 最严重可以是隔除党籍 有政坛消息表示 最近多名非建制派的候选人 去信白甲党寻求支持 党内对要不要表态支持 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 不过 副主席梁逆亭似乎等不及了 未有等到党内最终决定 就已经在支持同意书上签署确认 以个人身份支持其中一名候选人 有消息说 该党的中委苏日恒 亦都已经用个人身份 签署了支持同意书 甚至跟某个候选人作共同宣传 民主党主席罗健熙 批评梁小姐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 自身都无视党内的程序和规矩 是失信 是不尊重党友 批评梁小姐的行为 明显破坏党内团结 话说梁小姐6号都无出席党内中委会解释事件 有媒体引述了 不愿据名的民主党中委会成员 就说 对梁小姐的做法 不会感到太惊讶 认为梁小姐一贯的态度 都是独断独行的 认为她根本是有心地做的 一个政党如果完全不能参与选举 到底政党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值得多个贫乱灭党的泛民政党思考的问题 我们以民主党为例 当他们对新选举制度拒绝再换 党内已经即刻分裂成为主选派和拒选派 内部矛盾可谓十分激烈 因为权力核心一锤定音决定不参选 令到很多年轻的党友失去了政治前途 梁逆庭表态支持个别候选人可能只是一个试水温的动作 有消息说东区区议员周灼奇和观塘区区议员黎宝贵 正是申请退出民主党 但中委会未有时间处理两个人的事 其实民主党内控甚至乎是所谓泛民阵营的内控 基本上都不算得是新闻了 由于大量区议员离职 荃湾区的区议会在11月23日 补选一个副主席的职位 最终民主派爆发内控弃选 两个公民党的前成员黄家驾 和陆陵宗挖旁双争 令到唯一报名参选的建制派候选人邮錦萍 竟然自动当选 就这件事 荃湾前区议员陈建琴事后在社交平台 大闹所谓民主派内部协调机制 完全就是山寨式的大佬文化 根本完全违背民主 曾经是独立泛民人士的陈建琴表示 自己就曾经参加过所谓民主派的内部协调机制 但所谓的协调原来是陪那些老鬼玩游戏 主席的职位就必须轮支排辈 要由最老资格的老人家来做 而在讨论改革建议的时候 老举往往都是一句 以前不是这样的就一票否决了 坦然内部的沟通其实极不民主 所谓的民主 不过是你是民 我做主 这种自有民主口号 但实际就是大佬华士的玩法 会不会就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口中的盲目追求的西方式民主呢? 话说夏主任六号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 就发表了视像讲话 由于正直立法会选举期间 内容引来香港政圈多种解读 夏宝龙特别强调 外国者治港并不是搞清一色 而是要五光十色 新选举制度 它就说有四个特征 包括有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 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 到底新选举制度产生的议会 是否真的能够吸纳到社会上五光十色的民意呢? 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更高的效率 协助政府解决眼前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欢迎大家就着节目的内容 多多提供不同的意见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